大家好,欢迎收听《脆花的秘密》,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。 王丰一家人经营着一个集团公司,自己是集团的财务总监,丈夫是董事长,儿子张冲是总经理,家财万贯是名副其实的人生赢家。 莉莉是从农村走出来的,名牌大学的毕业生,就职在王丰的公司。 由于莉莉漂亮的脸蛋,恶恶的身姿,加上出色的工作表现,深得王丰的喜欢,就撮合儿子和莉莉。 最后莉莉成为了她的儿媳妇。 结婚后的莉莉不仅珍惜老公张冲,也很孝顺婆婆王丰,还给王丰生了一个大胖孙子,这让王丰更加的喜爱这个儿媳妇。 孩子出生后有保姆带着,莉莉被王丰安排去管理同城的自公司,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,就在莉莉儿子不到两岁的时候,她丈夫张冲和她新来的女秘书出轨了。 并强烈要求跟莉莉离婚,娶她女秘书。 可王丰极力维护莉莉这个好儿媳,并把张冲的女秘书开除了。 终于一天,鬼迷心窍的张冲,抛弃一切,跟女秘书私奔了。 张冲走后,王丰对莉莉说,你永远都是妈的好儿媳,在妈心里早已经把你当作女儿看待了。 别担心,我已经把张冲能冻结的账户都冻结了,并通知了所有人都不准借钱给她。 你放心,她花完了带走的钱就会回来的。 莉莉听了王丰的话,还是跟以前一样过日子,并且她和王丰的关系越来越好了,两个人就跟成了知心朋友似的。 三年后,张冲狼狈不堪地回来了,秘书见她没钱了就离开了她。 看着落魄的老公,莉莉选择了原谅她,毕竟她是自己儿子的父亲,又有这么好的婆婆对她。 可回来后的张冲自甘堕落起来,不仅没有心思上班,乘天到处跟一帮狐朋狗友喝酒,经常喝得烂醉如泥回家。 那段日子可把莉莉折腾得难受,经常半夜给张冲洗脸,换衣服,有时张冲还要借着酒劲想对莉莉动手,要不是婆婆在,莉莉可能被打好几次了。 一天晚上,张冲由于酒驾出了车祸去世了,张冲的离世,王凤嗓子都哭哑了,几度昏厥过去,整天泪流洗面,茶不思饭不想。 一个月后由于伤心过度,住进了医院,从医院回来后王凤心情大变,把张冲的死却灌醉在莉莉的身上,骂她是一个不祥的女人,不仅连丈夫都守不住,还把丈夫咳死了。 都是因为莉莉自己唯一的儿子,才离开了自己,并且把莉莉的东西却扔出了门外,放下狠话,你给我滚,永远不许踏进这个家门半步,儿子是我们家的,和你没有关系,以后不准你再出现,否则我见你一次,骂你一次。 莉莉伤心欲绝离开了王凤家,找了一份工作养活自己,并在一年后和公司的一个高管抬起了恋爱,不久后就订下了婚姬。 莉莉在婚那天,王凤却出现在莉莉的婚礼上,莉莉看到王凤的到来,惊得目瞪口呆,以为前婆婆是来闹事的,为了稳定住场面,莉莉说,妈,你,你怎么来了? 王凤却笑着对她说,莉莉,你难道忘了,妈说过,早已经把你当女儿看待了,今天我女儿出嫁,我怎么能缺席呢? 莉莉有点莫名其妙了,就问,妈,我不明白你的意思,你能说明白一点吗? 王凤笑着笑着眼泪就出来了,莉莉啊,你这么好的女人,妈怎么舍得赶你走呢? 是我没有福气,拥有你这个好儿戏。 张冲背叛你时,你没有离开这个家,妈就一直对你很愧疚,可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回来后还是走了,你还年轻,妈是不想再耽误你,才出此下策的,不这样做你肯定是不会离开的。 当初妈说那些狠话时,心里都在滴血,你走后,妈就很担心你,过得好不好,会不会被人欺负啊? 我很感谢你给我生了一个孙子,我现在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孙子的身上。 莉莉愿在原地,王凤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塞给莉莉说,今天我女儿出嫁,妈给你准备了一封,封厚的嫁妆,这张卡给你,算妈给你的嫁妆。 莉莉听完后,眼泪顿水就控制不住了,对王凤说,妈,对不起,是我错怪你了。 王凤赶紧给莉莉擦眼泪,并对她说,今天是你结婚的日子高兴一点,新娘子可不能把妆给哭花了。 还有,以后我的家就是你的娘家,你想回来,随时回来,孩子永远是你的儿子,妈永远在你身后。 莉莉的泪水已经模糊了双眼,一个劲地叫着,妈,妈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,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,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,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,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